苏果每天都要补充 最可惜的就是买来的蔬菜容易放到坏 蔬菜究竟该如何正确保存 其实都有小配包 例如叶菜类与根莖类保存方式就有所不同 某些蔬菜还需要特别照顾 几种蔬菜要是枯萎了 更能用泡冷水的方式让它复活哦 第一,根莖类 萝卜、甜菜根、大头菜等蔬菜顶部多叶的地方 买回来后最好是把它们切掉 因为它们会吸收蔬菜中的水分 导致蔬菜变软,失去风味 南瓜、大蒜、山药、马铃薯、芋头、番薯等根筋类蔬菜 则不应该放在冰箱内 放在室内一两处即可 二,叶菜类 叶菜类买回到家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将蔬菜上的橡皮筋束带取下来 这能够防止伤痕和循环不良 而且尽量不要提前冲洗或分切蔬菜 这样会加快腐坏速度 建议能先将叶片喷点水 然后用旧报纸包起来 筋部朝下放入冰箱里的蔬果保鲜室 或利用厨房纸巾沾湿后将蔬菜包住 也能留住新鲜 第三,放冰箱也有诀窍的 如果是功能较完整的冰箱 通常里头的不同层数有不同的湿冷度及功能 例如蔬果保鲜室是冰箱中最冷最潮湿的地方 适合存放花椰菜、芹菜、袋壳的玉米、四季豆和绿叶蔬菜 冰箱最上层的外边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适合存放小黄瓜、甜椒和洁瓜等 因为它们不适合太低温 四,某些蔬菜需要特别照顾 某些蔬菜是需要特别照料的 例如带壳竹笋 买回家最好立刻汆烫去壳 并且泡在水里保存 每天换水大约可保存一星期 茄子则是过冷会导致风味烈化 放在室内阴凉处即可 香菜也是保存不易的 可在清洗过后放入保鲜盒加水盖过香菜 再存入冰箱 一天换一次水大约可保存二至三周 大家最常吃的高丽菜 建议先把心切掉 以免它继续吸收养分 再拿沾水拧干的纸巾塞入防止干燥 以保鲜膜包覆 将新的部分朝下存放 五,腌制也是一个方法 将吃不完的果菜腌制起来 是比冰箱早几千年就发明的保存方法 萝卜,小黄瓜,大头菜,高丽菜都很适合腌制 以白萝卜为例 洗净切成适当大小后放入盐巴 用手抓拌 静置大约一至两个小时 等待入味与去除水分 另一边用炉子 姜、醋、冰糖煮化 拍扁蒜头及辣椒 将静置完成的白萝卜 用水洗掉多余的盐分 最后准备一个密封罐或保鲜盒 加入萝卜及腌料冷藏即可 完成简易的台式腌萝卜 和具材料冷藏時考达 加入萝卜